优秀孩子酷父母家庭和亲子系列讲座将于12月15号星期六中午11点在Fremont图书馆举行 讲员邀请到持有加州成人教师执照的教生护家中心主任周虹女士来与大家分享如何轻松地养育成熟的孩子 免费讲座欢迎参加有关讲座或其他训练课程详情请上网familyrebuildingcenter.org查询 由北加州全福会举办的爱的礼物圣诞福音餐会将于12月23号星期天下午5点半在状元楼举行 会中有感人的生命故事真实的神迹见证和精彩的抽奖活动 欢迎各个教会的兄弟姐妹邀请牧道朋友一起来享受温馨的圣诞 领受这一份爱的礼物 评票入场欢迎自由奉献 每位票价15元 购票请拨打电话5107098816或5106766007或4084214979或4087680528 第二十届耶诞佳节梦幻赏灯秀Fantasy of Lights 即日起到21号再度在Los Gatos的Losona Park县公园闪亮灯场 这场赏心悦目的盛宴将让您在自己舒适温暖的车座中穿越1.5英里路程 欣赏由成千上万盏闪烁灯泡所制作出来的超大型动物 和各种缤纷绚烂的佳节灯饰 活动必须预先购票 12人以下每车20元 购票及活动详情请上网parkhere.org查询 圣诞佳节在公园Christmas in the Park 是一个有超过30年历史的传统庆祝活动 曾被票选为世界上十大必去的圣诞节活动之一 在Plaza di Cesar Chavez公园 有一棵巨大的圣诞树 现场还有摩天轮、小火车搭乘和许多圣诞装饰等 晚间更有音乐表演、圣诞老人和许多有趣的活动 欢迎您带着家人的朋友来体验一个不同的圣诞佳节 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将由明年1月5号起到4月6号 在每个星期六下午1点半提供家联家免费教育课程 这是一个12堂专门为患者家属和照看者精心设计的专业教育课程 内容包括精神疾病的认识、脑部的基本知识和脑异常的原因 及问题解决、医药纵览、自我照顾等课题 名额有限请尽早报名 报名详情请上网 namichinese.org查询 为扩大服务关系观众 优势频道从即日起 出现有的1.9号数位电视频道以外 也在第16.9号数码频道 7天24小时为您播出优质节目 掌握优势频道 共创优势文化 2.9号数码频道